看看新闻网 作家曾子航还未把《非诚勿扰》 点评嘉宾的位置坐热 编剧宁财神就来接棒了 据了解他已经参与录制了一期《非诚勿扰》 宁财神早年混进于网络 之后凭借编剧的《武林外传》走进大众视线 从编剧的作品中不难看出 宁财神有些冷幽默 因此自打传出他将接棒录制《非诚勿扰》 不少网友大呼期待 只是宁财神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在身上这么录下 其实你说话说得比较少对吗 对的对的 我又过去打加油的 我又没修心理学 我是不太适合上电视 因为我是每次被那个 他的棚里面蹲一烤吧 我跑就走一脑 他就是在那个 那录节目时间太长 我可能脾气受不了 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事 我应该会很快被调查这样的吧 财神你也太自暴自弃了吧 戏数《非诚勿扰》 立位情感导师 都是各有风格 不过最适合这个舞台的 还是大光头乐佳 因为与孟非搭档主持《非诚勿扰》 乐佳从默默无闻的性格分析者 一跃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不仅收获了掌声 还迎来了不少追随者 这个我乐佳老师 我非常的爱你 真的 如果我有来生 我变个女孩子 我一个一定价格力 我发自内心地对你表示感激 就在观众逐渐适应了乐佳孟非 两大光头照亮节目之时 乐佳走了 编剧余正坐上了乐佳的位置 我觉得只要第一次心动 那就这样出现了 因为我不同意 我跟你讲那个 我一天心动十几回 然后我女儿都贴贴 原本以为谱写众多 海枯石拉爱情故事 惹得女观众热泪盈盈的余正 蛋糕情感导师会收获掌声 然而事与愿为余大编剧 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吐槽风 余正黑裤黑鞋 配白袜的复古搭配方式 完全盖过她的侃侃而谈 想想给初恋一个界定 就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子心动 然后牵手 然后在一起完成一些 那你这个又一下 又太那个过了一点是吧 刚才是个童话 现在是个成人故事 你就不能给点 年轻的孩子 折中一点 哼不代表没形象吧 一个爷们软软的 贪坐在那 无法总之就是叉叉叉 另外求求余老师脱掉你的白袜子吧 胖胖的俺走了 正如俺们 纵纵地来 余正在一片吐槽声中也撤了 接着作家曾子航冒了出来 我特想让你从神坛下来 真的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太不食音烟火 太高高在上了 我希望现场的女孩子 能够走进你的内心 可以吗 曾子航的外貌形象 比余正好的不是一点点 但是他那不温不火的点评 同样引来观众的强烈不满 在《非诚勿扰》做嘉宾 就像住在一个透明的 没有窗帘的房间里 你的一举一动 别人都看在眼里 都会被平头论足 稍有不慎 就会被放大 最终曾子航办下阵来 6月21号发了一篇长微博后 离开了《非诚勿扰》 而现在 宁财神从一片骂声中 顶着压力上了 难不成 财神是想从幕后走到前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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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财神来当情感导师的目的 并不是想转型 人家来这儿是为正在筹备的 男女婚恋剧本体验生活呢 我其实就是因为想写这剧本 过去 本来是参观 后来他们说 那你要不然你就过来试试 玩样题呗 然后就等于我是 过去实习的 因为你在场上啊 跟场下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财神你可真敬业 祝福学成归去 听众在线 总可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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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